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複習直心的攻勢和直心的運動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重心 這是一個切割墊 老師已經找到它的重心 就是紅色這點 橘色這點不是重心 證明給大家看 撐住重心就會撐住整體 我們上個章節介紹過 之前的章節介紹過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切割墊往上丟 而且讓它轉動 請各位觀察一下 紅色點和黃色點的運動 哪一個比較簡單哪一個比較複雜 要丟 觀察紅色點和橘色點的運動 再看一次 各位應該都有看到 紅色點有點像直上直下 或是斜向抛射 橘色點是旋轉 繞著紅色點在動 哪一個會比較容易分析 應該是紅色點比較容易分析 所以我們也是實際上要處理 這個物體的運動問題 我們就會先分析紅色點 再分析橘色點 先分析紅色點再分析橘色點 相對紅色點的運動 那剛剛說這個紅色點今天是重心 那其實當我們在分析這個運動的時候 其實紅色點是叫做直心 那直心和重心不一定會在同一個位置 要滿足一個條件 才會在同一個位置上 第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 均勻你的重力場中 直心位置 還會跟重心位置一樣 好這個稍微證明一下 還記不記得重心的公式啊 還記不記得重心的公式啊 王小明還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重心的公式 分母是總重量 分母是總重量 分子呢 非常好 W1X1XW2X2 1號的重量乘上1號位置 加2號重量乘2號位置 全部加總 總重量 那現在如果是在均勻的重力場底下 均勻的G 以下呢 我們就可以把 W1寫成N1G W2寫成N2G 然後分母的總重量也是寫成N1G 加N2G 這時候我們會發現 如果G都像同 這時候就可以消掉 那她就會變成一個 跟重力場G 無關的式子 1號質量乘1號位置 加2號質量乘2號位置 這樣一個跟G無關的式子 它叫做執心位置 代號FSC C是Center of Mass的縮寫 因為它沒有G跟G無關 所以就算是在沒有重力場的地方 還是有執心位置 但就沒有重心了 或者在非均勻的重力場中 重心和執心位置就不一樣 例如說在黑洞的周圍 重力場變化很劇烈 那這樣的話 1號指點所處的位置 跟2號指點所在的重力場 可能會不一樣 那就不能消掉 那這個執心的位置呢 可以推廣到三圍 不只是X 可以推廣到Y和Z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 位置向量的形式 變成R 底下也是總質量 N1加N2加加加加 三指X變成R N1R1加N2R2加加加加 那我們也可以把底下的分母 用一個代號大M 表示總質量 那有的位置就可以有位移 位移除以時間就會得到速度 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表達直心的速度 分母也是總質量 那分子是N1V1 就把R換成V 把位置換成速度 這就是直心速度公式 那也可以有直心加速度公式 分母也是總質量 分子變成N1乘上A1加N2乘上A2加加加加 這就是直心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的公式 那它有什麼用意 它的用意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直心的加速度速度和位置 那因為直心的運動比較容易分析 所以我們先找到直心的加速度速度和位置 再透過這三個關係式 去找到其他的指點 相對於直心的關係 相對於直心的關係 就是由這樣的式子來表達 那接下來我們要更詳細的介紹 直心怎麼運動 更詳細的介紹它的用意 還有我們分析的方法 首先呢 第一個重點是 整個系統的總動量 就是直心的動量 直心的動量就是系統的總動量 從這個式子可以看出 把總質量乘到等號的左邊 總質量乘上直心速度 等號右邊剩下 N1V1加N2V2 全部加起來 那質量乘速度就是什麼量 質量乘速度就是動量 所以這個就是一號的動量 二號的動量 全部加起來 等號的左邊就是總動量 可是等號的右邊 等號的右邊是總動量 等號的左邊呢 是總質量乘上一個速度 直心速度 所以這個也是NV 這也是NV 它也是動量 那我們可以稱它為直心動量 代號PC C也是Center of Max 這樣的一個物理意義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個點 這個點 直量就是總質量 那它的速度就是直心速度 用一個點 來代表系統整體的運動 就像我們用紅色的點 來代表整個切割電的運動 那它是相當於 系統的成員 各個動量的加軸 例如說 系統有一號二號 那把一號的動量 和二號的動量加軸 就可以看成是一個直點 然後有總質量 它用直心的速度在前進 也就是把多直點系統的運動 簡化為單直點的運動 好那麼 直心它的動量是 就是總動量 那 總動量什麼時候會改變 或者說 我們要怎麼算出直心的加速度 以進一步 直心的加速度 我們要怎麼得到 以進一步去找 個別的 系統成員的運動 那就是關於 我們的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叫做 外力核造成直心加速度 這個也許看起來好像有點陌生 但其實它就是動量守 動量守門是否成立的條件 各位還記不記得 在動量守門的章節 我們說整個系統的總動量 什麼時候會守門 動量守門的條件是 所受的核外力為0 那反過來說 核外力不為0 那總動量就改變 總動量就改變 那總動量改變 就會造成直心的加速度 這個我們來解釋一下 首先呢 先把剛剛說的那一段 動量寫成文字 寫成符號 外力的總和 就會是 總動量 變化 對時間平均 然後 外力核為0 總動量就沒有變化 這是之前的動量守門的條件 可是今天我們剛剛說 直心動量就是總動量 所以我們把這個 總動量換成直心動量PC 然後呢 在我們 運動過程中 總值量不變 就可以把大愛提出 從這個PC裡面提出 因為PC就是 總值量乘上直心速度 總值量不變 就把總值量引出來 後面就只剩下直心速度變化 除以時間 這不就是 直心加速度嗎 速度變化除以時間 就是 直心加速度 所以這裡我們就得到了 這個黃色的字 它的數學公式 總值量乘上直心加速度 就是 外力的總和 這個就很像F等MA 不過它是 整個系統的F等MA 我們把整個系統 看成一個點 這個點叫直心 那整個系統的外力 就會對直心造成加速度 那提醒一點 內力不會影響直心 的運動 內力不影響直心運動 這就像是 動量手能 動量手能的條件是 外力總和為0 那內力不為0 沒關係 因為內力 對總動量不會有改變 像我們之前說 在沒有摩擦的光滑地面 人推球 球推等 球後的動量 人後的動量 可是這兩個動量 變化 大小相同 反向相反 它把人和球 視為一個系統 總動量沒有變 所以 總動量不變 就代表直心動量沒有變 那直心動量沒有變 就是 直心做 等速度或靜止的運動 那就沒有加速度 所以我們等於是把動量手能的條件 換成用直心的觀點 再講一次 那最後呢 我們來舉例 煙火 煙火 煙火在爆炸的時候 例如說它爆成兩塊 一號推二號 二號推一號 是內力 爆炸是內力 不影響直心運動 那整個煙火在空中飛的時候 外力是什麼力 外力是地球給的 重力 那外力才會造成直心加速度 所以煙火的加速度 就是重力加速度 那煙火是重力加速度 運動的話 它的直心就是 走拋物線 就相當於斜拋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分析 這個切割墊 它其實就是做斜向拋射 直心就是做斜向拋射 那化成圖是長這樣 最高點爆開 可是直心還是 走拋物線 做斜拋 直心位置 那假如它爆成兩塊 N1 N2 那 N2 N1 那這裡 如果 這個 它爆成這樣的話 會有一個特殊的關係 特殊的關係 從這個 位置公式可以看出來 這特殊的關係是這樣 我們把位置公式限制在 兩個指點 雙指點的情況 雙指點為系統 然後各位可以看一下 左邊的 位置公式 那當我們把這個 rc乘進來 就會出現 N1 rc 跟N2 rc 那這裡有N1 這裡有N2 我們可以把N1放左邊 N2放右邊 就會變成這樣 這樣的意義就是說 直心位置 和1號位置的距離 的距離 會跟 直心位置 跟1號位置的距離 乘上1號的質量 就會等於 直心位置 跟2號的距離 乘上2號的質量 那就會是跟質量成 他們兩個碎片到直心的距離 就會跟質量成反比 例如說 這個質量1是1公斤 質量2是2公斤 這個是1公斤 這是2公斤 那 這裡 1號到直心的距離 和2號到直心的距離 就會是2比1 因為1乘以後 這個就是一個特殊的結果 所以 我們如果先分析直心的運動 然後再知道其中一個碎片 跟直心的距離 那就可以直接 推算出 另外一個碎片的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介紹 怎麼分析這個 這個 橘色點的運動 我們其實先 找 紅色點的運動 透過 外力的總和 去找直心的加速度 內力 不影響直心的運動 那外力找到了直心加速度之後 再 再去 算出直心的運動 軌跡或運動的速度 然後再由這三個公式呢 去找出 其他的指點 相對於直心的 位置速度或加速度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各位同學